第1款推介港股是新周2313 簡選原因是公司無利率有望在經濟活動復償下指跌 另外同業和客戶指納訂單有復甦的儲光 內地紡織製造商、新周業務遍及歐盟和美國 主要生產、運動類和休閒類的服裝 根據匯豐早前報告指 全球兩大體育服裝品牌Nike和Adidas佔新周總收入大約50% 因此原材料價格和全球供應鏈狀況 還有Nike和Adidas的銷售表現 以至全球體育用品市場冷熱狀況都會牽動新周的盈利前景 回顧新周今年6月底為止 中期無利率按年跌了7.1%至22.6%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能源等主要成本大漲 以及有廠房停產增加額外成本等 不過隨著全球經濟以及民生活動逐步恢復正常 停產導致的額外成本、供應鏈售阻 衍生運輸和燃料成本壓力等都有望舒緩 市場亦預期新周到今年年底的無利率有望止跌 另一方面本月計月初北京復辦馬拉松 亞洲七人籃球賽系列賽事在香港展開第一站等 昨天在卡塔爾舉行全球觸目的世界盃 與鳥有助運動服裝銷售增長 提早在本季見底並且加快回升 瑞信早前報告指北京復辦馬拉松消息提振了市場情緒 中國體育用品股紛紛回升 瑞信認為利好消息過後 投資者將會轉為關注企業的基本面 行業首選改為新周 與其未來12個月他們股價表現會跑人同業 策略上投資者不妨等到股價回至63元吸納 初步目標先看80元關口 指洩位應該定在56元 第二隻推介港股聯通762 公司作為傳統防守股 明年股息率有望超過9厘 而業務又保持增長動力 多動市當中可以收窄 聯通強調股東匯報 在今年中期業績宣布 中期股息按年增加37.5% 去到每股0.165元人民幣 彭博綜合獻商的預測 聯通今年的股息率分別可以達到7.6厘和9.1厘 今年上半年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樓的剩額是421億7千萬人民幣 靠除資本開支之後 自由現金樓是138億人民幣左右 根據彭博數據顯示 市場平均預計公司年底時的自由現金樓可以達到370億左右 綜合多間獻商最新的平均目標價是5.88元 較上星期五收市價高出53元左右 好,建議投資者可以在3.7買入,先看4元 跌到3.4便適宜止虧了